大家好 我是小镇 今天我又来到华强北二手机市场帮粉丝们跳一下二手机 今天市场非常热闹啊 淘到一台了 我们再去找找别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三星的旗舰机皇s15具版 这一款机器呢是6.7英寸的屏幕 非常的大 两个前置摄像头看起来也是非常高端的 四个后置摄像头 而且这个颜色也是非常漂亮的 银色闪闪发光的 三星的屏幕一直都是非常漂亮的 不管是拿来打游戏 还是看电影 真的是非常给力 而且还是一台纯原装有气密 套在水里都没问题的 8g加256g这样配置的机器呢是1700 1000多真的非常不错 我们再来看一下三星的s10加这一款机器的配置更高了 8g的银行内存加512g的顶配内存 这一款机器是1300多 至于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机器的右下角呢是有一个黑色的夹似点的 而且不影响使用 因为在边边上嘛 甚至有比这个点更小的1300多买这样一台8加512的机器 确实也非常划算 而且还是陶瓷后盖的 整个手机的手感也是非常不错 再来拿一台三星真正的旗舰机皇 note20u 这一款机器在国航二手的价位里应该要达到五六千 手上这一台呢是3200左右 至于为什么这么便宜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款机器同样是有个瑕疵点的 是在右上角 而且这个点呢也是非常小 在很边缘的地方 完全不影响使用的 这样一台三星note20u 只要3000出头 确实非常不错啊 拿来自用 非常给力 我们再来看一下1500左右的三星note10 手上拿的这几台呢就是三星note10了 5g版的12g电影新内存加256g的大内存 2k的屏幕全面屏 拿来打游戏看电影真的非常给力 看一下这一台同样是边缘有个小黑点的 这一台是莫奈彩 这样边缘黑点不影响使用 只要1500左右 确实拿来自用 非常给力啊 好过其他的两三千的杂牌手机了 最近也有很多粉丝问我1000左右的iphone怎么选择啊 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iphone8的 因为这款机器呢 不管是手感上还是质量上 以及配置上都是非常不错的轻人机 1000左右那个iphone8非常的不错的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想了解的 都可以在评论区底下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